請三位來賓 你以為30塊就能買通他們嗎 30塊太少了 什麼意思 叫三位來賓說我很帥 加一迪 哈哈哈哈 加一迪 知新亞 台中捷運盧秀燕說 中央只補足事成 怎麼不開記者會回籍 如果只在節目上討論 根本無法突破頭文成 欸阿酸我要問你 台中捷運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個路線啊 那個錢到底是怎麼算 只有你講得通 然後我知道你說 在節目上討論 沒辦法突破頭文成對不對 我們來見短影 台中捷運中央出多少錢 地方出多少錢的那個數字 是誰寫的 是誰說中央出多少 地方出多少 是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自己在報告寫說 我們出多少 你中央出多少 所以你有這一題去問盧秀燕 哦 你說那個錢是盧秀燕自己算出來的 他一定要這樣 因為那個有一個公式 丟進你稅油算一算 就是那個答案 對 那這個行政院的主技術 各個單位各縣市送進來 對 即使是高雄什麼新北什麼 大家送進來 那個百分比是固定的 那個不會變成 對 那你送那個數字進來 行政院核定就核定那個數字 啊不然你要怎樣 對 啊就是這樣啊 所以盧秀燕自己寫的數字 但是現在到底出來講說那個數字有問題 我也聽不太懂啊 哎呦 對 那第二個 這種建設啊 歷經很多人啊 就是經過很多人的爭取啦 對 市民也有在爭取 議員也有在 立委也有在爭取 最不要臉的就是昨天有一個路人嘛 那個路人 連議員都沒做過 里長都沒做過 還沒有上任立法委員 廖偉祥就說他爭取 就做一個什麼土說什麼成功爭取 然後現在人家說你爭取什麼 他說沒有 我又沒有說是我成功爭取 你有事嗎 你有事嗎 然後就這樣出來搶功勞 你連議員都不是 是你媽媽是議員 關你什麼事 又是一個媽寶 你媽媽在爭取這個捷運的時候 你還在媽媽給我10塊錢 我要吃快樂的紅餐啊 這什麼好吵的嗎 我在送報告的時候 你都還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現在就出來搶功勞 最看不起就中人 對 一個建設的成功 一個建設的成功是 歷經很多市長 廖偉祥是真的很誇張 他沒有當過議員 沒當過立委 一出道就選立委 選上也OK 可是還沒上任 他就有臉說 台中捷運是成功爭取 他根本還沒上任 所以這種捷運的事情 現在是這樣 現在各縣市都來爭取了 那行政院也發一個公文 跟交通部講說 以後你們交通部要自己把關 你們自己不把關 把東西丟來行政院 然後每個人都來勤勒行政院 對 然後選舉的時候就說什麼 中央卡地方 拜託交通部你們用專業審查 那如果不要專業審查 全部要政治審查 那交通部就廢掉 不要專業審查 以後送進來報告就說好喔 那就準就這樣 所以王國財又多一條屁事就對了 你要嘛你就要審查 要嘛就不審查 對 就不審查 不審查全部政治決定 這也可以 對對不對 你弄了那麼久 專業審查找了一堆委員來審 審了好幾年 然後就算現在最後說 那就政治審查 那讓你過 那你就不要審了啊 你審幹嘛呢 那你 你還招他那些專業的委員做什麼 所以就狀況就這樣 所以行政院跟交通部 這個事情要好好檢討一下 對好 那接著呢我想問范老師 因為現在持續投票中 如果沒意外的話 韓國瑜應該是會上 韓國瑜會上的話 有趣的東西來了 哎 歡欣鼓舞的 竟然是來自於中國的聲音 嗯 央視李鴻 韓國瑜絕對不會親美仇中 會繼續走九二共識的正確道路 更厲害的來了 國台辦發言人陳兵華說 兩大在野黨 因以民意為依歸 加強合作 對民進黨形成有效監督 有力制衡 才不會辜負民意的期待 韓國瑜大家都很擔心 他最後是不是會真的變成中國的棋子 真的啦 我比較好 中國這次不但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 包含逼退郭台銘對不對 然後呢 後來還搞一個藍白盒 就是破功之外 他們後來失敗之後 他們就是要讓韓國瑜進入到立法院 而且擔任立法院的院長 是 所以你看包含央視 央視這個李鴻 哇李鴻又出來了 真的讓韓國瑜很紅啊 對啊 這個央視的海峽兩岸節目 這個節目的所有的條段 所有的內容 都必須要經過兩個單位的同意 一個就是國台辦 一個就是中宣部 中共中央宣傳部 所以中國這麼大啦啦的稱讚韓國瑜 他說第一個 韓國瑜敢批評賴清德 第二個韓國瑜反台獨 第三個韓國瑜承認九肉共識 第四個韓國瑜絕對不會親美仇中 就是那你不要忘記上禮拜韓國瑜講過什麼 他說我會走的是親美河中的路線 其實央視說韓國瑜絕對不會這樣 其實一直在跟韓國瑜下指導期 沒有錯 所以說我覺得央視這次 包含我們剛才昨天的國台辦議長說 兩大戰爲黨要以民意為宜歸 來對民進黨形成監督有力的制衡 很好笑耶 你中國有監督制衡嗎 你中國明明就沒有監督制衡 我很懷疑中國的這個官場 他們的這個電腦 會不會一打制衡兩個制衡 然後馬上被抓走 就是一打制衡警報就大響 然後抓到警衡隊就衝進來 然後把打制衡的人拿拖走 中國的官員講監督制衡 你敢監督習近平嗎 誰來制衡習近平 在中國來講制衡這兩個字 大概是搜尋不到啦 就跟你打這個小熊維尼六四一樣 所以中國好意思以陳兵華講說 要在野黨對民進黨形成有效的監督制衡 才不負民意的期待 你中國有什麼民意 請問一下你習近平上海到目前為止 你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 你有管道民意嗎 對喔他還有民意兩個字 對呀還管道民意啊 前度有字還有民意 對啊 這算是中國應該出現的字典嗎 所以我必須要講 韓國瑜在2019年的時候 他曾經他還是高雄市長 他是這個國民黨的候選人到哪裡去 到香港的中聯辦 中聯辦是什麼 是中共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 沒錯 就是中國對香港伸出黑手 打壓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的黑手 對 結果你韓國瑜竟然大拉了進去中聯辦 還跟主任見面 過去中聯辦很低調喔 結果韓國瑜那天去非常高調 而且自此之後 中聯辦就毫不掩飾的把手伸進了香港政府 沒錯 韓國瑜後來還到了澳門去 他還講說我想選澳門特首 後來他說我是口誤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韓國瑜 如果當上了所謂中國 中國不會叫他立法院院長 就是台灣立法機構負責人 他可能當選之後就去哪裡 就去香港的立法會 就去澳門的立法會 辦法因為我們都是屬於特區嘛 其實2019年1月3號已經提到嘛 台灣什麼叫九二共識 就是兩岸統一 方法就是一國兩制 好那現在一國兩制 香港澳門就一國兩制 區對區的交流 台灣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長 韓國瑜對上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會長 就這樣子嘛 好 我補充一下 那個陳兵華應該會被流放 哎呦 你看那個標題 陳兵華 兩大在野黨 代表有執政黨嘛 對 所以陳兵華承認現在 台灣中華民國執政黨是民進黨 沒錯 執政黨不是共產黨嗎 搞什麼東西 陳兵華 陳兵華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 對 中國執政黨不是共產黨嗎 怎麼會有民進黨 怎麼會有民進黨 怎麼會有兩大在野黨 所以你承認 在台灣的執政黨是民進黨 陳兵華你要緊了你 這個黨性不強 這個露線的 我們要好好的檢舉 邏輯正確 要是中紀委 檢舉這個陳兵華 根本就是台獨分子 這群無聊的見縫插針的 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在哪裡 突突突 欸中年男子的圖呢 這邊 中年男子 國會大叔 欸我們進QA來 多謝 我們凍穆 OS whole 還有 比原來 千百Ant 承 emergency 卻 打 到